嘿同學 歡迎收看AS1PK數學 流程圖的這種提醒 每次你看到你一定要笑笑的 因為它真的很簡單 它只是一個跟你講做菜的步驟 你應該要先怎麼做 先怎麼做 然後最後請你把這些做菜的步驟全部列出來 就這樣而已 做菜的步驟列出來 我在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說給你聽 fx等於什麼 我今天要輸入x 那x的第一個動作它要去做減3 所以它就叫做x 要先減掉3 減完3之後呢 把它平方 那就跟著平方吧 再來第三個動作叫做除以4 那就除以4吧 再來加5 那就再加5吧 那就結束了 這個就叫做輸出了 所以我知道這一道做菜的步驟就叫做 fx 等於 4分之x減3的平方加5 這個就是 關係式出來了 好 那OK 第一題之後呢 第二個 如果今天輸入10進去 那輸出多少 10如果輸入進去 那就是f10嘛 那如果x是10 裡面都是10囉 10減3是7 7 7 49 所以變成4分之49加上5 好 那個5叫做4分之20啦 所以答案叫做4分之69 好像沒有什麼難度啊 對不對 好 那老師稍微補一下下 如果他今天說假設啦 假設他說今天的輸出是 今天的輸出是 10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重複啦 輸出是 20好了 好 對不起 20也不好算耶 你等我一下喔 好 輸出是6就好了 好吧 輸出是6 那請問你我的輸入是多少呢 好 如果今天的輸出是6 那就叫做這裡是6 所以6就等於4分之x減3的平方 就加5 再把它丟進去丟回去 所以加5丟過去是-5 等於1 那除以4丟過去等於4 所以4就等於x減3 3的平方 好 這裡面你可能會需要想一下下 那x有可能多少呢 誰的平方是4 正2跟-2嘛 正2乘正2-2跟-2嘛 所以x有可能是5 因為5-3是2 對不對 2的平方是4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叫做-1 因為 不是-1 豬頭 或者是1 因為1-3是-2 -2乘-2也叫做4 OK 所以紅色是讓你參考一下的 只是有時候它可能會跟你說輸出 問輸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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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